这绝对是美食令人最惨的画面 没有之一 雌性战斗狼刚刚产牙就在 不等母子俩温情相聚 绿毛鸟人就趁机偷袭 一发雷射激光炮 结束了狼妈的生命 这让小豆狼刚长待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 在自己眼前慢慢死去 但承受了这必死一击的狼妈 却在生命的泥流之际 一步步艰辛走到小狼面前 看着刚刚出生 就要孤独承招的孩子 他只是不舍地舔着小豆狼 想让他多感受一点自己的爱 这惨不忍睹的一幕 而阿鲁瞬间暴怒 是要将绿毛鸟人抽筋八股 大下八块 只为给可怜的狼妈报仇 不过这绿毛鸟人的身份 却非同小可 因为他是美食会 最新推出的机器机器人 通体由碳纤维和钛克机 混合打造而成 其应多 是普通钢铁一千倍 脑袋上不是安装了一个镭射枪 却是上下没有任何用点 在美食会的人摇控下 他们甚至可以去深海 和月底探险 但暴怒了阿鲁可不管这些 一拳不行 那就两拳 三拳 致死防徐 看着阿鲁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也要直接侍奉技能 决定远长消耗 活活磨死阿鲁 但这又如何 即便被打在变体鳞伤 阿鲁也绝不后退思论好 他硬点了绿毛鸟人的恐怖攻击 暂时成为鸟人面前 打出了辞生最强一击 鸟人见状也不敢拖大 却是宁静全身力量 将释放激光炮还以颜色 可不料 路口中车的阿鲁 实力竟然瞬间暴涨数倍 生生把激光砸了回去 卑鄙的鸟人终于被干掉了 可阿鲁的手臂因为负载超限 导致粉碎性不多 但这对阿鲁来说却是值得的 因为他拯救了断王武子 可阿鲁的阿鲁来得及高兴 没着头儿的绿毛鸟人 竟然再次动了起来 竟然 还有块阿鲁玉石巨焚 幸好所长反应很快 立刻下令发射激光炮 彻底结果的绿毛鸟人